大家好 今天是美国时间的礼拜六 我礼拜四从洛杉矶高级法院回来的 到今天我才有空来录这个录像 因为乐视方面又说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 30天后还会有别的事情 我只是想来发一个声明 并且谈一下当时我跟他的律师的一些私聊的事 首先我想说这件事情已经完结了 如果他们想再告的话 他们需要重新再立一个案 法官在当时已经完全终结了这个案子 他明确地表示他对这个案子完全没有任何兴趣 这个案子会立刻被dismiss掉 就是立刻就会被关掉 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意义 我当时想跟他合一张意义 顺便告诉他会有这个千万张警察的人来看他的这个事情 但是被他拒绝了 因为他就直接离开了这个庭审现场 老头也挺辛苦的 大概有六七十六十五到七十岁了吧 那天早上审了大概十几十四个案子 我们是排的第三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这个有些文件开始他们对方律师没准备好啊 然后法官就说那我们就把你放到后面去吧 让你再多准备一会儿 我们最后实际上是第十三还是第十四个最后一个案子 所以说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结了 这个案子也结了 我也不需要再去洛杉矶了 乐视那边说三十天之后还要审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审什么案子了 对我来说这一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就想说一下 其实在案子开始进入这个审理庭之前啊 我跟贾跃腾律师有过一段私聊 他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询问我是不是雇 然后我说是啊 然后他说那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聊一聊啊 我说好啊 然后聊的时候呢就说了 他说问了几个问题 我们一坐下来先寒暄了一下 然后他就开始问了 他说你这个为什么 你有家庭吗 你有生活吗 你有工作吗 你为什么要对我的这个当事人做这些事情呢 然后我说其实呢 我只是一个写手 其次我这个事情并不是特别无聊 因为他在中国欠了太多人的钱 也不能因为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尽管在他的自白书 贾跃腾的自白书里面仍然说 那是他的祖国 之后你就什么事情都听了 然后他就问我啊 他说你知不知道啊 通常一个这个像你这样的这个 这个little person啊 去挑战那么一个giant 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不知足的 我们称之为屌丝的 去挑战一个巨人 你知道通常结果是什么样的吗 我就实在告诉他 我说也许三年前我不敢 我也很诚实了 三年前的确不敢 就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的正常的中国人 应该都不敢去挑战贾跃腾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那个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后台 但是现在的话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骗子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 来告诉他们 告诉中国的这些韭菜们 贾跃腾做的是不对的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吸取经验 到下一顿来 然后还给对方律师出示了几个英文的材料 我也没有带中文的 我就带了这个英文的这个 内华达州的这个财政部长 是怎么说这个乐视汽车 是庞氏骗局的 然后我又给他出示了一些英文文件 也是网上 贾跃亭跟乐视被列成这个老赖名单 List of Dishonesty 然后他看了之后 他其实我也很吃惊啊 因为这个律师来的时候 他就完全没有了解过贾跃亭的这个背景 他甚至还问我这个假的中国到底干什么 然后呢 我看了他看了我说的这个之后 他就说哎呀 他有点沉默 然后跟我说 他说我对贾跃亭 我的客户在中国做些什么 我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 然后他接下来又问了我一些 你知道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他说这样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需要贾跃亭做些什么 或者说他给你多少 你就不会说话了 然后当然我也很诚实了 我就说了一些 哒啦哒啦哒啦 说了大概一分钟吧 因为在美国政策 大家都很直接嘛 他说好吧 那我们会把这个记下来 传给我们的这个贾总 这个之后呢 他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 关于案子之类的事情 然后他询问我的感觉 然后他就说 那你阅读过我们的文书了没有 我说我读过 甚至我读过你的文书 我还知道 你看看你的贾总 他的公司在国内造谣 说第一次发出来的禁止令 是禁止我在网上继续讨论他 我说这都是胡说八道 你看啊 你们的贾总在网上 光新浪微博就有1600万的粉丝 你看看他做怎么评论的 他是不是精神抑郁了 然后他看了之后 他也表示一点沉默 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作为当事人贾维亭 依然在这么多粉丝的微博上 这么活跃 的确很难支持 他这个精神受到损害这一点上 今天就大概讲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私聊 另外一个案子已经结了 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其实特别想感谢 那个法庭里的一个黑人的 public attorney 就是公众律师 一个很帅的帅哥了 长得也很高啊 然后身材也很好 也就是他偷偷的告诉了我 一件事情在那个关键的时刻 他凑到我耳朵边上 告诉我一些东西 也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是排了第三的 后来我们谈了 跟法官谈了两分之后呢 法官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复杂 就把我们推到了后面 推到了最后一名 然后我们就出庭 出那个审判庭的时候 我被这个黑人帅哥拦住 然后告诉我了一个 我当时可能还不太清楚的一个小秘密 然后告诉了我那个秘密之后 按照他给我出的这个计策 坚持的来做 然后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这是其中一件事 我就想说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黑人同胞们 有的时候还是很nice的 我在美国不方便谈这么多 关于种族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在有的时候 我们黑人同胞 对我们的亚洲同胞 还是挺关心的 但我想说这个法庭 的确是环境非常糟 是在洛杉矶这个最烂的一个区 废止是最烂的一个区 这个简直是非常危险 我来采访我的那些中国记者们 都看了周围都挺害怕 然后我们到了法庭里面 发现法庭里面都是一些 哎呀这个说不出来的人民们 正在处理问题 然后这个我们走过楼道的时候 楼道里好多蟑螂 有被踩死的 有活的 死出乱跑的 最后的话 今天是第一段录像 我解释一下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然后跟律师的私聊的一些事 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 最后一点 就是说 这个地方真的是不适合蒋月亭 我们当时抗议的这个 前面的一个案子 我就想说的就是 一对黑人夫妻来征赡养费吧 也可以当成一个笑话 最后男的跟女的 居然不知道谁是原告 谁是被告 这个帅哥 黑人帅哥就 啊我是被告啊 我是被告啊 但是这个 他的前妻吧 黑人美女就说了 你才是原告 我是被告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判案子的时候 你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原告要站这边 被告要站那边 最后反观也笑了 他说好吧好吧 你们只要分开站就好了 分开站就好了 然后又解释了两分钟 说你们要填这个文档 填那个文档啊 之类的感觉啊之类的 哎我我只是想说 这是一个多么不适合 贾跃亭这种 在中国已经混成了 可谓尖雄的一个人啊 真的是很不适合